红伟明 吕芳智结婚了 林志玲洗收捧花 今天真的很难免的日子 It's my party, it's my night 凯伟经纪公司昨晚在信义区打起华丽帐篷 举办抽喜气抽盛大的party 美契明是庆祝凯伟三十周年 许则是老板红伟明和设计师吕芳智筹备一年的婚宴 两人交换共级约一百万元的博雄对见 还丢出捧花被刚过四十岁生日的志玲给接个征着 而红伟明身上的白色西装也是吕芳智特地为她设计定制显得意义非凡 现场也来了两百六十八位嘉宾祝贺星光意义 我今天是以最愉快的心情来庆祝洪老师 其实就是人之间的情谊吧 对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包括友情包括爱情 这一切的这种超越的情谊 才是我们要庆祝的事情 刚下飞机感动 我觉得今年凯伏真的是大喜事连连 所以我觉得能够赞到这个喜气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人生有一个蛮多相守 三十周年的 很难的 几位姐姐 我们在八年吧 九年啦 我觉得九年都不容易 八年 三十周年你们要办啪的 如果还在庆祝 我会撑下去 我昨天回来 我们先回去 为了朋友的梦想必须如此 我昨天有跟黄伟明讲 他其实很可爱 可是有时候你真的想掐死他 所以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守三十年 你非要配一个吗 真的是不可思议 有多不可思议 看他们私下互动就可亏之以二 能够走到三十年 有没有觉得真的很难得 我不觉得 我只一眨眼的感觉 对啊 也没有很难得啦 就是 就是 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你做你自己吧 不高兴就来讲 当然要沟通喔 你以为 你不要看他安安静静的 他常被欺负的那个就是我 那一位是啦 就是要沟通啦 对不对 理性沟通 理性沟通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本来就是你要我 你知道 互相体会 但是一直有人 人无可忍的时候 正好啦 今年是开过三十年 是 也是就是三十年就这么 其实主题是开过三十年 不要问到啦 评估的新闻 真的卡掉了 好了 评估的不知咯 不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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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